敬礼 禀大王太后 我汪君攻下雍城 升请公子华和芈姝 诛公子之乱就此平息 臣恭贺大王 恭贺太后 先起大秦社稷 从此赐海生平 八皇遗迹 万国来朝 千秋海兵 自此在秦武王赢当死后 被史书上称为 秦军之乱的秦国三年内乱 彻底平地 七位参与叛乱的公子 如今都已被囚禁 敢问大王 太后 该如何处置 秦法上规定 叛乱之人 当如何处置 樗里子 司马将军 臣在 臣以为当斩 不可 有何不可 他们都是先王之子 纵有罪行 怎可与庶民同责罚 是啊 都是公子王孙 纵然是谋反 成者为王 败者 只是不关痛痒的 轻乏几下 江山设计成了 他们手中的玩物 全然不顾祖宗庙堂 始路出没 八乡四叶豺狼横行 三五年后 他们高兴了再返一次 谁在意生灵涂炭 但哀鸿便也民不聊生 不让他们付出代价 造反在我大秦便 永远如铜儿戏 王子几万兵师 数十万庶民 已如大风吹过 遍夜不沾 如此国不成国 法不成法 一旦外敌到来 江山父王呜呼哀哉 灾飞烟灭 太后 老臣愿意监督他们 绝不让他们再生事端 樗里子 你已经多大年纪 他们多大 你能活得过他们 你要知道 今日我把此事 放到朝堂上来讲 就是要给天下人 一个警示 乱我大秦者 当如何下场 太后 赵廷尉 以国法论 全部除斩 太后 你若将诸公子除斩 老臣 再也不敢立于朝堂了 我不受任何人要挟 宠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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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 我 我的 宠里子 ätz 主人 淑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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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私啊 太后 义渠君回来了 快请 是 我的野马鞠回来了 想死我了 说说 我走的这些时日 你可曾想我 日思夜想 都想什么了 想你会不会受伤 那你看看 伤没伤 我怎么知道 简单哪 你亲手为我解开衣袍 不就什么都看见了 太后 大王来了 你先避一避 你我之间有什么好回避 这孩子长大了 但男女之情还是不太懂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他还不懂啊 就当是为了我 快 快 快点啊 等不及了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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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大人了 怎么还这么毛毛躁躁的 母后 我来这儿是想问您 您真的要将那些造反的王兄们 统统处死吗 是 那 怎么了 可 可他们都是父王的儿子 也是我的手足兄弟啊 你说得对 也不对 他们是先王的儿子 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他们许多人 并非是你的手足 此话怎讲 请母后明示 手足是什么 是互相扶持 互相依托 但他们 只是磨的血量 互相厮杀的刀刃 这不怪你 也不怪他们 你父王 在后宫中有不少女子 这些女子 给你父王生了不少儿子 他们一出生命里便注定 他们彼此之间会争斗不止 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君 谁不指望自己是那独一无二的人 为了他杀戮无辜绝不手软 这还算得上是手足吗 可是 像父王和樗里子那样的兄弟 不也很好吗 他们是兄弟 但他们更是君臣 首先要为臣者安于为臣 为君者爱护臣下 这样的兄弟 我已经给你留好了 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 屈应人的儿子公子雍 他们都心甘情愿臣服于你 你能够有几个这样的臣下兄弟 足以 足以 母后 再给那些公子们一次机会吧 我给过他们每一个人机会 这几年之中 无数次派人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入朝归来 可他们都拒绝了 这几年里 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 扩大地盘 招兵买马 穷兵独武 令得我大秦内乱不止 法度废齿 农田荒芜 人心混乱 多少性命葬送在这些公子操纵的私斗中 这是他们的大罪 百身莫属 若是因为他们是公子王孙就可以免罪 那还要秦法何用 可母后这样杀了他们 只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 他们会说 说母后不人 天下人要围攻秦国还欠理由 若因为怕 就畏首畏尾自费手脚 如何执政秦国 再者 既然这不人的罪名 一定要有人背 那就干脆让母亲来背吧 记得小时候你爱吃鱼 母亲总替你将鱼骨挑了 眼下母亲就把他们视作是鱼骨 等有一日你亲政了 就不会被这些鱼骨耿住喉咙 你就可以做一个天下人 敬你的仁义的大王 可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是王左 人言千金之子不死于世啊 矫情 不死于世死在哪里 有人谋逆明明该死 却要我假意仁慈 发陪他们到乱军之中 然后按时手段 或下毒或坠马或落崖 让他们死得无声无息 我偏步 我要让天下人看到 我用国法杀他们 明正言顺 以锦效尤 我也要让天下人看到 我言出法随 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必矫情闻事 未经许可颜色